大家都说电子产品早买早享受 但完买却迎来涨几张的节奏 然后这里是棚仔 今天是12月19 就这两天 花枪被很多剧型迎来了涨价 一涨就是两三张的幅度 很有很有可能到年前都不会掉 所以之前这么好的价格 很多人都在犹豫 像手上这个是小花亮橙色的13 Pro Mac 256的 其实这个橙色还行 屏幕基本上完美的 就边框有一点点磨损 但没有大的壳碰 这个的话拿获41张半 如果换错前两天39张就能拿下了 其实也是正常的 前段时间的13 Pro系列掉的太猛了 有点不正常 现在其实也算相对合理的一个情况 只是很多人可能接受不了 像14 Pro Mac 这个也是橙色好电子100的 这个是纯源还没有开孔的 像这个型号也是涨了两三张 目前这种的话拿获59张 因为还要开孔费60 所以成本都来到接近60张了 但我个人更推荐大家入手13系列 再来看到无锁的13 Pro 256的 这个前段时间80多电池的36张也能拿 但是现在要到38张了 也是涨两张 这个行情不是我们自己定的 我们拿货的总体的拿货价都涨了没办法 所以说前段时间还在犹豫的 看到你可能要等到年后才有比较好价格 不过38张能用256内存还是不错的 因为这个机型再用个三五年都不成问题 像这种老机型的变动就相对比较少 主要变动还是12、13系列还有14系列 因为之前掉价幅度比较大 这个美版无锁的11 256的 现在拿货18张 其实性价比没有很高 但是有些人就需要这种机型 无锁的跟国行除了单卡其他一模一样 所以到自己的心理价就不用犹豫了 早买早想之后才失望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